那經過議員然後市長最後的派定 哇我們現在真的真真的 幸福華城 大家都幸福了 大家都幸福了 一看到金融市長尼佑昌 幸福華城社區居民頻頻道謝 因為困擾住戶多年的漏水及水費暴漲問題 終於解決 讓居民直說現在真的是幸福的社區 市長就幫我們爭取就是修這些的經費 我們分清付款 目前也都分完了 都付清了 所以目前水費就變得很便宜 就很節省 最主要是不浪費水 最主要是不浪費水 省掉那個水費省掉將近一半以上 有一千多戶住戶的幸福華城社區 過去因為管線老舊 又常因車輛經過年壓經常報管 每天漏水多達一千噸 金融市長尼佑昌因此提出三方協議的創舉 由金融市政府與自來水公司及社區居民 共同合作進行輸水管線 加設施及配水池改善 牛常更決定以第二預備金 支援部分工程經費 大幅降低居民的負擔 也讓幸福華城社區成為全國第一個解決高地供水問題的示範社區 當初是用市政府的第二預備金出了900萬元 然後跟自來水公司簽訂契約 還有我們住戶大家也同意 這個代操維護的這個費用 之後來做攤體 所以這個是形成一個我們解決金融市高地漏水跟高地供水問題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新的模式我們幸福華城是示範的案例 後來這個示範的案例變成行政院在處理全國各縣市高地漏水或者是高地社區供水問題的一個示範案例 後來變成全國一體試用 立法院蔡世英更發揮臨門一角 要求行政院制定老舊高地社區用戶加壓受水設備改善計畫 由政府負擔八成住戶只需負擔兩成 用解決漏水利的方式 由中央經濟部的水利署出部分的經費 配合地方政府跟水公司的合作 以及住戶出部分的經費來解決跟改善 所以各位我們可以看到最近這幾年來這兩三年來 有陸陸續續許多的社區開始在推動封閉型社區的高地供水的改善 那如果不是我們長期這樣推動的話 各位常常在新聞上看到又是哪個社區沒水 哪個社區報館 然後社區的住戶跟主委這個教苦連天說沒有人來理他 水公司也說我的公權利沒辦法介入應該都是私人的產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劃時代的事情 水公司方面表示幸福華城高地供水改善工程經費一千三百多萬 二十年代操作費則需兩千三百多萬 不過在金融市政府支援部分經費 再加上二十年逐年攤提下 幸福華城社區居民每戶每期只需負擔二十六元的代操作費用 這樣合算下來每個用戶 概率就是每期就是兩個月分擔二十六塊 這個二十六塊會在水匯 隨這個水匯來徵收 不僅解決漏水問題 金融市政府公務處在社區進行污水幹管工程時 一併改善路面品質經費更節省 等於是一舉多得 解決了自然水的問題 然後也把污水下水道的管線也把它鋪設了 另外就是過去長期以來馬路坑坑洞洞的問題 爛路的問題一併做了解決 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的經費大概減省了大概四分之三的一個經費 對於金融市政府方面的努力 當地市議員聯恩典及李敏勳也非常肯定及感動 一千噸每天都一千噸 基隆市的游泳池你們知道夠大吧 一天一千噸將近三個游泳池的大 你知道那個水多少量在社區裡面跑 所以市長那時候真的體諒 這樣子的環境是非常危險 那後來堅持也同意 六一併金能夠來先撥用 把這個事情解決完 這個高低供水的這個經費可以這麼順利 然後讓這次換完之後 不只是剛才市長講的 不只是水管的更換 那我們這個污水管的部件 那整個馬路鋪平 那個讓除了解決這安全的問題之外 其實讓我們這個馬路的舒適度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那其實我們上來其實在開會 跟各位這個每個住戶 其實大家都是贊助有 柳昌表示在立法委員蔡世英居中協調多次辦理地方說明會下 包括美之國及中央台北社區 預計在今年底可以完成高地供水改善 另外還有三個高地社區正在進行規劃 希望在三方共同合作下 能徹底解決基隆老舊社區高地供水問題 記者張祺騰 進行報導 谢谢大家